我这个人就喜欢极限运动 你现在的情况和你在做这件事之前的预想是差不多的吗 差不多的 因为我预想甚至更坏 我想了很久了 很谨慎的决定了 你很自信 我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 完了 这感觉这样死得很快 自作聪明 27岁的脱口秀演员池子 现在已经被国内多个互联网平台同时封杀 池子一词目前在微博、豆瓣、抖音、小红书上禁搜 搜索其本名王月池也无法找到任何结果 百度清理了池子北美巡演等相关条目 并将池子的百度百科词条下限 可见这次对池子的封杀非常彻底 几年前 池子几乎是以天才的面貌出现在脱口秀界 张绍刚曾经只要一开口介绍吐槽者 出生于1995年 没上过大学 扎小便 戴大矿眼镜 不用看 观众马上知道要出场的就是池子 池子本名王月池 1995年10月6日出生于河南 七岁随父母搬到北京生活 父亲是画家 母亲是一名医生 尽管池子从小就是爱接老实话的坏学生 但他很早就对学校和学习有着自己坚定不移的态度 高考指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编导系 他心平气和的对父母说考不上就不读了 幸好池子生在开明的艺术家庭 爸爸说如果这是你认为对的事情那就去做吧 池子规划自己以后的人生大概是靠跑电影剧组或者是说唱来谋生 最后他果然没考上从此就和校园说拜拜了 2015年3月放弃读大学 在家赴贤一年多的池子无意间 在网上了解到北京脱口秀俱乐部 简称北脱 绝对有意思 当时正好赶上俱乐部招新 在不知道他们是招新人还是招工作人员的情况下 池子抱着无所谓的心态报了名 第一次进北京酒吧进行开放麦脱口秀表演 现场讲了个自己都忘了的极美技术含量的笑话 即使他就是随便讲讲但还是被选上了 成了北脱的一名脱口秀演员 7月的一天池子在台上表演 台下有个男生就默默地观察他 池子记得自己说完后下场喝饮料 一个白白净净的大哥男孩来加他微信 他说自己叫李旦 在帮上海东方卫视今晚80后脱口秀工作 想邀请池子上节目 李旦说他发现池子的脱口秀感觉非常之好 可以说是无师自通 在众多演员当中非常特殊 当时池子有点懵 李旦走了后他才想起这个李旦 就是他在电视上见到的那个蛋蛋 之后池子应李旦邀请加入今晚80后脱口秀 成为常驻嘉宾 很快池子不拘一格的表演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2017年是池子爆发的一年 他先参加吐槽大会 又参加脱口秀大会 他们幸运恰好赶上国内脱口秀的爆发期 池子李旦成为国内最早走红的脱口秀演员 一开始李旦和池子这哥俩是捆绑式营销 一起上综艺 李旦长池子六岁如同哥哥 李旦很丧 池子很燃 被称为暴躁九五后 两人的段子相互呼应 加上张绍刚老师 算是脱口秀借的铁三角 李旦很欣赏池子 又没办法他就是天才来形容 甚至说他的天赋就是够他吃一辈子 哪怕不努力也能是一流 再努力一下就会是大师 不过李旦也说池子作为员工不好管理 李旦在上十三一时 曾与许志远提过池子 我的一个朋友年轻九五后 他觉得池子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有才华又不羁 饥饿如愁 自大气盛 而李旦本人在社会里进泡酒了 自己就变成了社会 以前李旦也看不起娱乐圈的虚荣和喧哗 现在他已经身先士卒 李旦一头扎进世俗的名利里 他直言做脱口秀就是为了赚钱 没有初衷 初衷就是想挣钱 不要谈情怀 太尴尬了 之后李旦进入效果的管理层 他和池子的友情也就不再只是友情 还有利益 池子年轻气盛 在金钱与自我之间选择自我 李旦是公司负责人之一 他不只是池子的朋友 他也需要为公司争取利益 可池子的一些行为与公司利益对撞 比如他会接私火但是拒绝公司安排的活动 李旦说一开始池子不愿意拍公司 要他拍的广告 自己就拿着钱告诉池子 拍了就是这么多钱 拍不拍 于是池子也就拍了 池子曾经在一档节目中直白 只有李旦能管得住他 只有李旦的话他能听进去 别人的他不听 但事实上李旦也只是比其他人能多管住池子一些 也不能全管住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 有一次公司安排他们到某高校去做节目 李旦把池子给说动了 两人一起去到大学 可做完节目后 学生们要求拍照 李旦很配合 池子却走开了 到了2019年1月 吐槽大会第三季受关之时 池子发微博宣布将不再录制吐槽大会 因为池子发现效果文化违约 拖欠了很多英妇的演艺报酬 而且没有按照合同提供账单明显 他认为公司是用脱口秀的梦想来盘剥演员 池子提出异议之后 公司基本上停止了他的一切工作 池子多次提出和平解约 效果不同意 池子提出仲裁 让他们父亲报酬 然后效果文化也提出仲裁 让池子赔付3000万 最后他们对簿公堂 2020年1月 池子在网上爆出的聊天记录截图 正是开司公司 称公司里环境很不好 自己人搞自己人 池子说 我终于和效果终止合作了 这坨屎我不交货了 你们交货吧 祝你们搅得像卡布切诺一样漂亮 随后池子晒出自己和李旦的聊天记录截图 以及两人合照 表示他们二人关系依旧很好 想搞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李旦的观点必不可少 因为池子是李旦挖掘到的 可后来李旦在节目里 甚少再提起池子 并不一定是二人私交破裂 只是不再适合在公众场合提及 之后效果文化举办的吐槽大会 和脱口秀大会 池子都没有参加 与此同时 在2020年 池子宣布签约并入职公司蒙羊文化 并将事业放在线下演出和海外市场 她在同年12月9日 在上海举办了年内第一场 线下脱口秀表演 蒙羊文化倾下的艺人 知名的还有马薇薇、江书颖 2021年11月 池子发长文宣布注销微博 并在文中批评微博的娱乐环境 2023年初开始 包括池子、黄西 以及效果文化旗下的一些脱口秀演员 开始在北美巡演 离开了国内的审查制度后 他们尝试谈论之前无法谈论的敏感话题 池子提到的内容包括国内防疫政策、审查制度 还谈到一位来自新疆的脱口秀演员 卡姆出行受限的问题 池子还提到 有些段子在几年前就写好了 他很想讲 但是直到现在来了北美巡演 才有机会说出来 听过他演出的网友提到池子的脱口秀是 有种花的门票遣是给他众筹劳贩的感觉 油管上名为北美王探长的博主 在自己上传的视频中提到了 他看完池子和黄西脱口秀的感想 池子讲了四五十分钟 可能除了一两个段子国内能讲 其他的都不能讲 可能除了一两个段子国内能讲 其他的都没有一个能讲 而且都是非常劲爆 都是我们听了都不太敢听的 相比池子 北美王探长说 黄西的脱口秀就显得中规中矩了 黄西他自己整个段子 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全场非常环保健康 没有任何敏感的问题 因为尺度太大了 他们请的嘉宾独角兽 以自己要保全国内抖音账号为由 直接推出了 之后尺子在国内成为敏感词 一开始在网易新浪等网站上 还能够找到名为自毁人生 尺子在说无底线言论 为讨好境外观众恐怖遮拦 这类文章引发热议 一些国内的网友好奇的留言 很想知道尺子说了什么 都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怎么对尺子批判呢 但是现在所有关于尺子的文章 也都找不到了 就连批评的声音也没有了 也就是说尺子已经从国内的 互联网上彻底消逝 与尺子一同参加巡演的 其他脱口秀演员的名字 尚未发现更多评评词 暴躁久悟后尺子 似乎现在只能在北美发展 只是北美本土的脱口秀艺人 人才辈出 而且早就习惯 百无禁忌的北美脱口秀市场 要想在这其中分一杯羹 其实也并非易事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